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股市很麻烦 它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这种机制转换和经营困难的 帮他们融资帮他们体制转换的 那么政治性目的性非常非常之强 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散户退出 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 那么世界各国大国里头没有中国这个散户如此之集中如此之活跃的这种股市市场股票市场 那么他们退出也是交给一些理财产品交给一些基金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因为从短期来讲很多散户觉得自己很能赚钱 但是以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看 那基金经理跑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跑过所有的散户 这是一个常态 那么作为散户呢 我想呢这种赌博行为可以少一些 这个不是问题啊